近期,中国跳水梦之队正紧锣密鼓地在国内进行着高强度的集训,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。 这支被誉为梦之队的精英团队,不仅承载着国家的期望,更是无数跳水爱好者心中的骄傲。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,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息,中国跳水健儿们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向着新的荣耀进发。 回顾往昔,中国跳水队在奥运赛场上的辉煌战绩令人瞩目。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首次亮相以来,历经十届奥运会的洗礼,他们已累计斩获了惊人的47枚金牌。 这一连串的荣誉,不仅是中国跳水实力的有力证明,更是对世界跳水界的一次次震撼。 从郭晶晶的优雅跳资,到陈若霖的稳健发挥,再到如今,陈玉希和全红蝉等新星的璀璨升起。 中国跳水队如同接力赛一般,一代又一代的天才少年,不断接过前辈的接力棒,持续书写着属于中国跳水的传奇篇章。 特别是全红蝉,这位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,以年仅14岁的年龄,在女子十米台项目中,展现了惊人的实力和潜力。 五个跳水动作中,她竟有四个获得了满分,最终以破纪录的分数夺得金牌。 那一刻,全红蝉的名字响彻全球,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。 她的出现,不仅为中国跳水队增添了新的活力,也极大的激发了国人对跳水运动的关注和热爱。 转眼间,三年时光匆匆而过,如今的全红蝉已更加成熟稳重。 她再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起跑线上,准备在巴黎奥运会上续写自己的传奇。 在最近的媒体采访中,全红蝉的话语中透露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 她不仅希望所有参赛的队友都能取得好成绩,更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,为国旗增光天才。 这份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国家的热爱,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 当然,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,全红蝉也深知自己需要更加努力和专注。 她表示,将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以最佳状态迎接巴黎奥运会的挑战。 如果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,全红蝉完全有机会再次夺得金牌,实现未免的壮举。 最后,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跳水梦之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吧。 相信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,他们一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,书写中国跳水的新篇章。 这边就是我们那边的大型的国家有事,从北贓茨里的方法上站在海上上部的 spy上去可以问派篥里的方法上。 最后的架头上站在海上,我们现在也有事 Melayuc将在海上海上。